今天是我应该是最后一天 我要将药匙也是将整间餐厅交回给他们 交回给他们 我主要的收入来源是 之前酒店的早餐 也是说那些住客 后来这个疫情直接就冲击到 从一百多个早餐到 甚至五十很快就得到十多个 甚至最后剩下两个 我真的没有办法扶持 所以就找了 部主谈一下 希望他们能扶持 但是他们的反应都不给很好的反应 也就是说他们只愿意给 百分之十左右的不足回扣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 这几个早餐 维持这样下去一间餐厅 我们就在想办法做那些外卖啊 但是因为我这个地点附近都是那些办公楼 所以我这个改变也是扶持不到我的餐厅 逼得大肠来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的身体也熬不了 在这个疫情 在经济方面我自己也熬不了 所以我就毁越 我一直不舍得他们 他们没有给我麻烦 而且我这间餐厅 他们都是刻苦耐劳的 跟我在最艰难的时候 他们还是帮我顶得下来 每个都是不屈不牢 至少以我的心意 我一定会让他们得到一点钱房费 但是多我就没有这个本事了 而且剩下那些盘盘玩玩叠叠 煮东西那些 总之我全部都是大多数 大多数都捐给慈善团体了 因为我也是没有办法在住一个地方 来收藏这些东西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疫情还能维持多久 但是我相信疫情过后 我会重新再来 在我之前看起来